新城乡公所举行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管协会 捐赠新城乡地震受灾户仪式 而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管协会 由会长颜莉莉 辅导会长曾玉琪 理事庄青会 还有理事詹学华 理事兰春宏 前往新城乡代表捐赠 而受捐户共有失误户 以房屋受损程度 还有低收入户资格 身心障碍者特殊因素等资格 作为合法依据 战不战 战 他们有没有爱心 有 新城乡加油 加油 新城乡加油 加油 乡长加油 加油 理事长加油 好 新城乡公所举行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器管协会 捐赠新城乡地震受灾户仪式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会器官协会 有会长颜莉莉 辅导会长 郑玉琪 李氏 张青会 李氏 张雪华 李氏 蓝春宏 前往新城乡代表来捐赠 受证共有15户 以房屋受损的程度 低收入户资格 神经障碍者 特殊因素如生病意外造成经济困境 等资格作为合法的依据 向南合理台则是表达感谢 谢谢他们今天 新年一下在这一次零四零三的地震 在北花莲 吉安花莲市行程 秀林是属于比较 非重灾期 非常精巧 非常幸运 那当然我们对这些 受到灾害的这些民众们表达 这个同情表达 这个对他们的一个 关买之意 所以各界对于北花莲这几个乡镇 大家夫妇的爱心 可以说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感动 那也很庆幸 当然在乡长的立场是希望 花莲的十三乡镇都平安无事 那也很庆幸我们新城乡 这次在整个黄丹有四户 有一户是红丹 那再到送到县府 或者是我们其他三千团体 大概有100多户的这个申请 但是爱与这个增多多少 我要谢谢协会 所以疫情完 那是花莲市集团 它的受灾的负数比较多 那我们新人家负数比较少 按照这个比例 我们要感谢他们 总共给我们15户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与内利会长表示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气管协会 更是第一个从台湾立案 但发展全球华人妇女精英社团 一直以来在全球各地成立分会 持续成长 发挥影响力 目前全球已经超过80个分会 并且在世界各地积极情善 花莲0403地震四华 号召全球姐妹捐款救灾 短短10天内就募得1000万元 而这次花莲分会 把善与爱带到新城乡 感谢新人将公所协助 这份世界的爱 传递给需要的乡亲 就着重新新闻到 好